看这是美国的监狱 美国的监狱是这个样子的 它也有这种高墙 有这种电动门 电动门缓缓的合上 然后门口写着 警察的车紧紧 然后这是一个滑动的门 它这个英文单词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英文单词看不出来 入口 这是电动门 这是美国的监狱 看这种监狱 它这种高墙上面有那种 铁的那种尖尖的向外弯的 这样就保证从外面往里进进不去 而且这边还可以看到刺轨 那种特别细的 好像是电网刺轨不知道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美国的监狱 这种高墙 所以这些犯人好像很难逃出来 刚才那个门是入口 这个是出口 exit exit only 还有一个牌子写着 please vehicles only 警车紧紧 颜色有点像中国的派出所 洛杉矶警察局限制区域 不要没有公共通路 授权的 人紧紧才能进去 就是意思吧 所以这是美国的监狱 洛杉矶这边的监狱 是吧 这种高墙 它防备戒备的程度 好像比中国的监狱还要强 还要高 看有这种刺轨 它的墙上有刺轨 然后这边 还有一个出入口的控制 它在墙的顶上都是刺轨 估计可能也通电的 这就是美国的监狱 好了 这就从这儿过来了 下面去小东京 到洛杉矶的这个小东京 去感受一下 这边在修路 这边 这边在修路 洛杉矶这边就是太热了 这边好像也是修路区域吧 从这边走吧 您已经到达 你已经到达 好了 再见了 就到达小东京了 洛杉矶的小东京 距离 寒人街也不远 这边的公交车站 这个牌也看不太懂 不像中国的公交车站有具体的站牌 这边都没有 嗯 好了 再见 再见